遭受性侵的受害者 現身現場勇敢控訴 有兩位醫生也滿喜歡我的 他們都會把業績掛給我 他可能會吃你豆腐啊 結果沒想到有一次 就是有一個醫生喝了酒 他就在整間裡面 就有性侵我這樣子 不是性侵是看不見傷口 你要先知道 你沒有錯 過的是這個社會沒有善誕你 沒有善誕你